8月20日,星期天上午9點多 延續之前的Ellertat AI70文字效果 看一下卡片 針對文字的效果 調整使用,以及外觀面板的運用方法 最後概念,技巧使用點很重要 延遲效果,調整使用,外觀面板的運用方法 這些關係,我可能會分2到3則 這是剛才練習的範圍 剛才練習的範圍是怎樣 有陰影的部分,或是亮度的調整 還有一些框的設定 首先呢,先來看一下 它的一個底色,這個畫面的底色 有點像那個PPT 運用方法 比如說我現在點一個矩形 我先來設定一個底色 找一下矩形,拉取一下 好,那它現在因為在最上層 所以是黑色 先來點它一下 轉一下漸層這個地方 點它一下也可以 好像現在這樣 然後呢 顏色要調整的話 當然也可以 比如說在這邊調 好,點它兩下 然後呢,比如說我要紫色 那這邊呢,透明度自己調整也可以 這是右側,這是左側,看看一下 這是我要的是橘色 好,現在這樣 那當然也可以黃色 或者是,等一下 這個蛋橘色也可以 好,OK之後 等一下 好,這邊 建成,左右側調整,大溜 調整完之後 然後這個,左側裡面 有一個 看一下 之前練習的建成工具 好,等一下 呈現一個桿子 那 再上下,左右調一下 它的一個 方向 好 那假設就這樣好了 好 OK之後呢 ESC 好,底色就OK了 等一下 假黑 好,桿子就不見了 然後按右鍵 順序再 拍到最後 好,它就有透視的感覺 我們要把它看一下 好,就跟剛才這個一樣 那要修改顏色的話 一樣到這個 右側的弧度面板 這邊 右和左這個 好,快速點檢一下 好,之前練習過 好 之前選擇 舒服操作即可 好,這個是 針對的是 底色的問題 有點像泡泡的PPT 的調整 好,時間的關係呢 我這個底色先 在此 告一個段落 等一下會 舒服操作的是 文字的白框 還有陰影的部分 好,這是第一個階段 文字效果的一個 這個畫面 針對這個 工作區域的底色的設定 P1 看一下 文字效果 它是不是使用 P1 那目前是 這個工作區域的底色 好 待會我會 舒服操作的是 白邊 文字的白邊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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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